马英九对连胜文的态度是什么 新新闻的这一篇报道 到底他拉不拉丁守宗拉一回事 但是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马英九拉台丁守宗堵死连胜文 要堵死连胜文 也就是说堵死连胜文 拉谁都可以 拉丁守宗拉谁都可以 但是在这么多的候选人里面 大概丁守宗是最有实力 可以堵死连胜文 因为蔡政员可能是联系的人 所以不可能拉台蔡政员来堵死连胜文 这很难 对吧 其他的也许他认为不成气候 认为只是 可能要出来参选台北市的市长 当候选人可能没有办法去跟连胜文对抗 譬如说杨死秋啊 钟小平啊 这些可能还不足以去对抗连胜文 所以最后只好拉台丁守宗来堵死连胜文 不然丁守宗也不是马英九要过的人啊 所以从这里来讲 堵死连胜文才是最主要的目标 那就是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说 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了连胜文一开始 钟小平赴北检告发连胜文设备信 这个是钟小平在被连胜文告了以后 马上反告 可以看到我又用这一个报导 在告诉大家什么事 连胜文一出手就是告了 你敢讲我 只要一点点不对我就告了 可是昨天为什么没有告周遇寇呢 结果呢 反过来周遇寇要去告连胜文 那这个好玩啊 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来 我们看个相关报导 周遇寇寇写报导 紧咬连胜文不放 几乎每周一报 20万高档红酒 接着又说参加花花风子兔女郎派对 甚至迟胜文 逐渐比地堡还高级的纽约川普大楼 他住的那个川普塔尔 是第五大到上比台北地堡 还要了不起的一栋房子 那个时候他带他到他家 他看到他的家具都非常棒 家里高大 他就问他说 啊 这个都那么贵哪里来的 他说不知道啊 就是我有一个某某性命的朋友送的 那个姓名跟树木也有关系 集中火力 主攻联胜文 公子德和形象 还可以选择绿色彩 较重的美丽岛电子报 一个多月下来 洋洋洒洒洒 七篇报导 不外乎公关副哨 可以勾勒出贫妇对立 我现在就是有律师团可以打关系 但是别忘了周遇寇跟莱茵高城很熟识 对陈关系怎么也切不掉 甚至传出这又是马上主席身边人 拉拢周遇寇 整数连胜文 这是连家 为在旧金山 格林威智街的独栋豪宅 这也是连家在旧金山 柏兰街的大楼 不论是独栋还是大楼 外观看起来气派豪华 格林威智街的归联会心所有 柏兰街豪宅归联盛文所有 在2004年 连战进选选总统期间 被民进党阵营拿出来爆料 质疑连战一次透过房产转卖 规避赠予税和财产承报 当时被质疑的还有一家在美国 加州价值市盛益园的银河鹿 1140公司也漏报 上网追查当初被质疑的银河鹿 1140公司已经解散 连家美国7000平房产 被当时监察院进入调查 但却随着选举无极而尊 令盛文调选台北市市长 海外房产也成为焦点 所以我们看一下 被只参加兔里兰派对 令盛文说 全是特定媒体不时的爆料 这个特定名嘴指的就是周遇寇 周遇寇是媒体人 那更是个名嘴 大家来看 周遇寇说爆料者在台湾 是一个优秀的律师 周遇寇说 做过什么事情 这位有名有姓的同学 应该站出来吧 把证据拿出来 结果这么一讲啊 周遇寇也不是省油的灯 今天一早就在 你连出普遇寇文回集 至连圣文 你的那位哥大同学 有名有姓 在台湾 在台湾目前是优秀 受人尊敬的律师 受过检察官训练 公费留学 哥伦比亚大学或法学硕士学位 我没捏造 也没造假 对我毁谤 请道歉 结果呢 一登出去 一登出去 登出去以后 连圣文怎么回应呢 连圣文 请他的特助徐龙婷 回一个什么 月 哦 这是长官的态度 月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好啦 你既然讲一个月 那么 我就告诉你 仅有连圣文周遇寇说 任正是个优秀律师 当过检察官 当了检察官以后 才拿到了公会留学 也就是他去留学的时候 是有检察官的身份 然后回来了以后 后来 他又是 他的各大同学 回来以后 又是个优秀的律师 所以呢 苹果日报 找出来这么一个人 条件全部吻合的这个人 他说 各大毕业 受人尊敬的律师 他里面提到说什么 他说 在台湾目前是一优秀 受人尊敬的律师 受过检察官训练 这是第一个条件 公会留学 哥伦比亚大学 或法学硕士 第二个条件 那么 周一寇提供的线索 寻找 发现 曾为总统 买名酒 辩护特别废案的 名律师 那么呢 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硕士 刚好又是工会留学 好 然后再来呢 看看他经过的其中 这一个案子 是大家都瞩目的 2006年台北市市长 特别废案 担任马英九九辩护律师 霍判无罪 马霍判无罪 最主要 他呢 他现在的限职是 理律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 那理律法律事务所的老板是谁 陈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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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徐老师 诶 如果这样看起来 大家都在想说 会不会是国师出手啊 那国师 为什么要出手啊 那宋耀明说 不是我耶 那国师要不要站住 来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介入 会不会这样子 所以大家开始 就开始猜 周玉寇是说 2点半之前 嗯 这个 联社会要道歉 对 道歉提高 现在是2点36 局势 是 所以联社会 还没登记 变候选人 哦 他已经有2个官司了 先被告 周小平 周小平 被信 为什么被信呢 因为那家证券公司 TDR回佣 把佣金 想办法弄出来 那家公司 联社会是董事啊 所以被信啊 那现在又说 毁谤 2条官司 还没有登记参选 嗯 还没宣布参选哦 不要说登记 登记已经是 下半年的事了 连22月说要宣布 2月都还没到 过年都还没到 过年 连设文就 两条官司 那徐学医师 连卫星 几条官司啊 连卫星 不是有一个 熊市的吗 还有一个名市的啊 也是两条官司啊 哦哦哦哦哦 我不是组了一个 航空母舰吗 律师团 都出来了啊 徐学医师 过年前 连家几个官司 四个官司啊 欸他的 连宋的律师团 有没有宋耀明啊 啊 应该没有了吧 没有吗 没有 如果 如果有宋耀明 宋耀明间会讲什么 no comment no comment no comment的意思是什么 不否认 哦 人家是不承认吧 你怎么会说不否认 那有否认吗 没有否认啊 对啊 那这种事 应该要否认啊 哦哦 其实 周遇寇人员政是什么 川普大楼 一看到他的昂贵家具 这个是同学 这就是宋耀明 宋耀明有没有去过 对 带他去什么 跟他一起去什么 花花公子这个派对 周遇寇说是宋耀明 那这个 这这些同学 是同一个同学 是不是 诶 搞不好不同同学 对啊 那我再问 那如果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宋耀明律师 也可以call in 进来 我们欢迎大家call in 进来 对 27966240 欢迎 欢迎国师 陈长文call in 进来 对 那我想请问 宋耀明律师 那你们那时候 没有拍照片 我不知道 那宋耀明律师 会不会觉得说 来这边很新奇 是不是拍张照片 不知道 20年后这张照片 会不会再什么 哇 那很有价值哦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周遇寇是不是有人证 周遇寇是不是有物证 他刚才讲啊 站住他那些昂贵家具的大老板 说什么 信也是跟什么 树木有关系 那律师 那可不可以查一查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事情都是连聖文 未来要面对 可是我 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啦 挺连耶 副总统挺连耶 王静平院长挺连耶 马总统的好朋友 欧静德挺连耶 非主流很强大的 所以我觉得连聖文不用担心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律师我觉得很有趣耶 说什么 谁的太太最有帮富裕 我们本来没有讨论 可是我看到觉得很有趣 谁的太太最有帮富裕 蔡医生 蔡医生啊 律师他在那边讲六多啊 来来来来 我们要拿正版的给大家看 我觉得有趣的是什么 那这整个报道 没有看一下 没有问一下 副总统的太太 有没有帮富裕啊 对哦 好 为什么没有讲副总 总统的太太 一定有帮富裕 否则总统怎么选得上 那副总统能不能选总统 副总统的太太 有没有帮富裕 怎么没有写咧 其实我意思是说 非主流形成了 主流已经开始攻击了 今天履律事务所 是不是知道 引爆这个事情 手上是不是有人症 是不是有物症 四条官司 我觉得人家好好想看 过年前四条官司啊 不过 真的耶 六夫 六都的夫人面向对决 哦 旺夫运 最佳 没有人比他更好的 啊 蔡依依珊 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 如果 周遇寇 讲的是假的 那也就是周遇寇 毁谤哦 一般来讲 毁谤人家的 怕的 怕到担心 就要想办法 要处理事情 他不是 他等一下 反过来 去告 林胜文毁谤 为什么 林胜文说 他说的是假的 他说 你否认 就是说谎 哦 就很清楚 那反过来 他再告他 如果周遇寇 这么一告 他真的去告的话 那周遇寇 会变成误告耶 毁谤不过两年以校区徒刑 这么一来 又去告林胜文 变误告变 七年以校区徒刑 最是路来路当 周遇寇会这么笨 去做这个事吗 然后呢 又流 又出来了 这么一个 给大家看 宋耀明 宋耀明偏偏啊 应该否认 他不否认 他回答一个 No comment No comment 就是不否认 还是承认我不知道 不过 这么一来的话 他的身份 又很特殊 他是马英九 的人 所以换句话讲 周遇寇的 背后应御者 是谁啊 很清楚了啊 不是已经 呼之应御出了吗 不会啊 副总统去澄清啊 麻烦队 会连参选 做出澄清啊 想起你看 这些人坐在现场 然后 吴副总统这样讲 这些人信不信啊 副总统的外号 叫做什么啊 有人说他就是白贼意义啊 对啊 这是举国皆知嘛 什么举国皆知 敢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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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白贼意义啊 对不对 他会敢告呢 没关系啊 他要告 告尽天下的人嘛 因为大家都这样叫他 这第一点啊 第二点 总统讲的话 总统说哪次不说谎 不说谎 叫马英九吗 马英九说谎 是很多啦 是很多 是啊 他也可以叫白贼麻 有人就说 他是八十九了 然后 然后 我都会是八十九了 当然有人这样讲 国家元首 副元首 都被讲到这样 我们很痛心 但是可见他们的公信力如何 我这样讲 第一点 连家会不会很会告人 会吧 很会告人 很会告嘛 连胜文要参选嘛 动作很积极嘛 一开始都告了中小平啊 对 然后这件事情 对他民意也影响很大吧 他的舰队 他为什么要组织舰队 航空母舰舰队 律师团啊 一开始第一报告就告中小平啊 所以表示说什么 表示他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是传媒不免 但是现在这个事情 他说什么兔女人 派体 生活好 他为什么不告中小平 对啊 为什么不敢告呢 中小平 比较少了 对 中小平比较大 对 可能 不会吧 中小平 这个应该是铁证如山 我认为是铁证如山 不过人家有钱 要去参加花花公子拍队不行吗 欸 那好啊 那你 你请问一下 在参加花花公子派对的 又住在川普大楼的 然后在台湾又住地堡的 那来选台北市长 大家感受是如何 还有TDR 还有特权 还有一大堆事情 是这样子啊 感受是如何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记得有一位媒体界的朋友 曾经在地上公开讲 他说 终于靠 他说靠靠靠解呢 是直通 精普充的 真的没有 那方君要讲 他被用的引武者 又出来一个啦 不会吧 其实这问纪委委员最清楚了 欸这我不知道 没有没有 你别给他问 你别给他害了啦 他现在要不要路流斗 已经在头痛了 你要害他 别给他害啦 好 先清美没讲啦 我先 我想请问 周云寇今天要讲什么 他说他已经写十几篇了吧 他应该会继续写吧 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中央厨房供应 可能吗 中央厨房 统一供应啊 对啊 没有供应这些材料 写得出来这么多吗 我请问 你指的中央厨房 是中央政府厨房 还是中央党部厨房 诶 这个 中央政府 兼中央党部 国民党 中央厨房 是不是有供应 否则有这么多东西吗 请问一下 周玉寇小姐 她怎么会知道 联盛文文当令的事情 一定是有人供应素材嘛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律师呼之欲出嘛 就宋耀明嘛 宋耀明 以他律师的专业 如果真的没有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否认 他为什么说 保留模糊空间 保留模糊空间 我不承认也不否认 这我如果看他们 到底是算承认还是算否认 至少没有否认 是不是 至少没有否认 虽然没有正面承认 至少没有否认 那为什么 那宋耀明 就像刚刚有 那宋耀明是代表谁 那宋耀明我就说嘛 宋耀明为什么 那么无缘无故要告诉 终于扣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再问啊 宋耀明 帮马英九编户过 宋耀明是李律的合伙律师 李律的老板是陈长文 陈长文跟马英九的关系 密切的 号称国师 号称国师 跟金普通也关系很密切 那这还不够清楚吗 否则 为什么这个时候 怎么这个宋大律师出来 爆料这些东西呢 你不要跟他 我们国民党立委在这里 听到是来的 哇 这有什么 有多厉害吗 葛大毕业 受人尊敬的律师贾如 现在宋耀明是不承认的 贾如是宋耀明 那也没有否认喔 没有否认喔 那贾如真的是宋耀明 宋耀明 当然他现在是不予评论 贾如是真的是他 那联想空间就大了 为什么 因为他毕竟跟马英九有关系嘛 没什么好联想的 我觉得 就是他吗 你意思就是这样吗 也没什么好惊讶啊 对啦 啊呢 连当事人 我们连圣文都讲说 这只是小菜一碟嘛 前菜 连主菜都称不上 还有前菜 所以他其实要参选 让他心智肚明 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可可其实这个 虽然这个时候 正式启动 可是在有些说 之前的一些 事实底下的言谈当中 其实对于 林胜文参选台北市长 就一直抱持着不看好 而且反对的态度 我们有些说 上电视台 是在聊天 他也会很 很直接表达出来 这样子啊 可能他的个性 都比较帅直 然后我不管他背后 有没有所谓的 一谋论 可是他本啊 他就是这种想法 那我们今天 谈到这里 就是说 为什么周一寇小姐 要去告林胜文 很简单嘛 除了他手中有个 我假设我 假设我告的话 那徐医师你讲 没错啊 一般来讲 就是说 应该怕当事人去告他 可能他会要反告 但很简单嘛 就是说 我手中的东西 一定有 还有另外一点 其实假设 周一寇小姐 真的要告 林胜文 假设真的要告 我不知道 他等一下就会去告 我不知道 他真的这么告 我觉得也不会有事 林胜文不会有事 怎么可能 你骂我 我说 你讲的都是谎话 怎么会变成 我会变成毁谤呢 绝对不会 因为 假如 你听我说 假如周一寇小姐 是真的 你把人家说 讲的是假的 那不是毁谤 周一寇小姐 那不是毁谤周一寇的名誉吗 我告诉你啦 简单官员不愿意 很多东西 曝光出来 没错啦 我告诉你 你要变嘛 哦 我告诉你 你必须答辨嘛 你答辨之后 这东西就会 就叛在阳光下 固定就是要把这个 摊出来啊 不是要 他不是生东西 法律上 不会有事啦 法律上 政治上 会不会有事 那东西就出来了 假设我们 周一寇小姐 真的告连生物也不是 真的要告到毁谤 就说好 我就找你出来 公开我们 把事情讲清楚 这样子而已啦 那 换句话 就要讲 这个庭如果一开庭的话 那就热闹了 热闹了 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因为这是智术 智术一定会开庭的啦 一定的啦 为什么连智术 刚刚讲一个月 我知道了 连动作都不敢动作 为什么 不是 聪明嘛 不是 他的舰队 跟他讲说 这是要你回避啦 为什么要回避 因为可能 可能就是有提示嘛 你就说如果柯文哲 告他 或是说 其他的竞争者告他 他可能就是跟你 对面冲突嘛 对 他如果说 柯小姐 他只是要 好想 你意思是说 他现在是下市 对上市 我不能上市讲啦 做 我们做小姐也是 像出名的 可能 只是说 我不需要跟你这样 对冲 那请问 那为什么 曾玉寇一定会 为什么非得要告他 为什么一定要告他 连智文可以说 回避嘛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说之前 可能有点数月 不是 我为什么不管 不告怎么样 这里面 有个最重要一点 就是说 那背后 那个 银武者总要 让我们知道吧 对啊 银武者是谁嘛 为什么 为什么 别的律师 这么巧 都刚好是 宋耀明呢 假如是宋耀明 银武者 现在有不在场证明啦 要离开台湾啦 不在场证明啦 不在场证明啦 不在场啊 银武者 不在场啊 银武者 银武者现在在台湾欸 对了 怎么那么刚好啊 不在台湾 要出国了啦 所以我在讲说 这个银武者 诶 然后呢 偏偏 假如是宋耀明的话 偏偏 他又是 国师的 他算是 国师的弟子欸 对吧 陳昌昌 都说 诶 他在里面就输了 属兽啦 他在这里 表现良好 才能变合复的 诶 律师输所一定是 一进来 是受复嘛 我说 我说 那是国师欸 那国师是介入了吗 我是觉得 陈昌文律师 这么大的律师 这么伟大一个人物 你说 介入这样一个冲突 我觉得 我们 可能太想 小看他的成绩 而且我觉得 他应该不会这么做 台北市长 陈昌文是小陈吉 拜托黑黑黑黑 那是大事啊 他不需要卷入这样一个纷争嘛 不需要卷入啦 我说假设 真的是 宋耀明律师 提供这样一个信息的话 我是猜想 有可能 就是他们在演讲当中 不小心讲出来 有可能啦 不小心 对 有可能 就以前怎么 我看这些 本来都是朋友嘛 在聊天当中 有些讲一些以前的风流运势啊 讲一些好玩的事情 学生时代啊 大家想要听一听 那我们 一口小姐 就跟我说 这些资料可 可之利用啊 啊 啊 说不定 他也觉得好吧 那一讲呢 那这样宋耀明 如果跟 连胜文正在割大 他是同学 那应该帮他澄清啊 对啊 因为今天这个 Long Carmen 宋耀明也在中国啊 非常的冷漠 不一定要澄清啊 就是说 他可能不是故意要陷害 连胜文啊 可是 可能对 他也不对 所以他讲知识跟 但但但但 不算知识跟欣赏嘛 好吧 那你告你去讲 那个动作 我不会否认 国栋 你讲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 的确有这么一件事咯 按照你讲话的时候 可能 不小心漏出去 那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咯 我不知道啦 但是用常理判断的话 做国小姐敢讲这么堵定 阿姨 还有我们联系政策 稍微有回避的那种状况 我告诉你啦 吹不中啊 亦不远啦 吹不中亦不远啦 吹不中亦不远 虽然不一定有搂着报 太照 可是大概也有参加这个派对 就像 就像蔡胜肯原在 报那夜光室一样啊 报的不是很精准啦 可是觉得的确有 哎有跟那些歌手唱歌啦 然后也穿得很清凉 怎么样 就是有那么一些事实嘛 欸 那会不会有跨大 其实是不想的 欸欸欸欸 正文 那这样讲起来 这个国师 国师跟马英九是 挂到底的嘛 对不对 同一挂的嘛 那 国师下面的大地址 也曾经把马英九 辩护的也出手了啦 然后这些出手的 刚好又提供给周易寇 假如是的话 哇那这个好玩啊 那周易寇到底后面的 英武者是谁 才会代表谁 来打联盛文啊 那主流 非主流 现在真诚 像我们刚刚 一定要讨论下来 这太厉害了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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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过完年后 这部戏会越来越精彩 真的假的 那周易寇 重点不是在周易寇 批评联盛文 很多人都 不喜欢联盛文 批评联盛文 为什么那些人 没有这些资料 谁提供这些资料 才是重点嘛 为什么今天 联盛文不敢去告 因为摊在阳光下 在法院的辩论过程 把所有的事情 都讲得一清二楚 这是联盛文会怕的啊 所以我认为啊 周易寇讲的这些 后面提供的是谁 现在我们刚刚讨论 都非常清楚了 宋耀明 宋律师代表的是谁 如果我今天跟 赵国是同学 他应该会出来帮我讲话 就算不讲话 也要把这个事实掩盖啊 为什么同学 不掩盖这个事实 你说宋耀明 你可以出国啊 对啊 你可以 你可以不要 否认 你可以 来说 没有这个事实嘛 为什么同学之间的情谊 会变成这样呢 后面有没有人 教你要怎么做呢 后面有没有人 教你说要把这些爆料 要爆了那些内容 我觉得这个非主流跟主流的战争 已经抬起来 已经 真的 航空母舰不但启动了 引擎不但启动了 而且大炮都打出去了 会不会是这样啊 赵国 我觉得 那时候 他刚组舰队是律师团的时候 我们就说 为什么有人选举要先组律师团 因为自己有做错事嘛 现在周一扣讲这些话 他不敢敢告他 为什么 这个绝对是一个有证据的事情 所以赵国 赵国 你讲的说 舰队出来一定有做错事 才会组律师团 这倒是不一定啊 不过 现在这个律师团 已经马上派上用途 第一次是告人 现在是被告 我们看一下 周一扣已经在现场 我们来看看相关报道 今天到了事实 那他 已经公然侮辱到了我的专业 所以我必须提告 那 在法院上面 把事情的真相 借助中中 对 对 他就说明你这样子一直答 动机不单纯 就决定 我们的新闻界的动机 只有一刻 就是追查的真相 我们新闻工作者的目的就是 替公众检验公众任务 陆续说访 这种工作人物呢 应该来接受大家 更持续的相关的建议 因为他要参选 台北市长 那你目前所有的 一些爆料的资料 都是您采访的吗 还是说有所谓 国民党的高层提供 当然不是 国民党的高层提供 国民党高层没有这个能耐 有这个能耐 它实际不会 政绩只有9% 我跟国民党高层 一直维持采访对象的关系 我在新闻界工作30几年 永远都是独立的 进行我的采访工作 我在过去 在杂志 在报纸 在电视 在广播 我的程序 兼经的起解验 我是专业的 所以我的专业的荣誉 专业的形象 不容连盛文先生 用两句话 就污辱掉了 我一生的投入 那您知道您去聚习的 是送到明明是吗 没有评论 那您自己的本事 要把这个评论 稍微讲出来 因为大家很好奇 你的证据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采访 通常就是 由采访对象 提供相关证据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旁证 那昨天 连盛文说 这个完全是假造的 捏造的 而且她说 人时地务都没有 我要请教连盛文第一 你在纽约读书的时候 不是住在川普 Tower吗 你不是住在川普大厂吗 这件事情 你的母亲 跟你的姐姐 都曾经拥有过川普 Tower的房子 而你自己也承认过 第二呢 就是说 你在哥伦比亚大学 读书的时候 没有把你的同学 带回家吗 第三 你没跟你 你的同学说 你去过 Playboy Mansion吗 这位同学 他在台湾 具有高的社会的定位 而且她是非常优秀 令人尊敬的律师 她曾经担任过检察官 她是保护送到哥伦比亚大学 读书的公费留学生 她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 法学术实学位 就是如此 如果是这个 然后为什么在文章 想想最下面要是 那只是 那只是 美地导电子报的 负责人 她做了一个法律的 这种相当程度的 她个人的承担 这个跟这件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所有的写作 下面都有那一行 在这个 我上面写的是 我的自己名字啊 那是法律的东西 那个是 负责人的一个 他的一个背书 没有其他的意义 只有一些法律上的 这种 周一寇讲得非常的清楚 尤其他特别讲说 背后 不是国民党高层 如果是国民党高层 国民党那么厉害 不会政治的9% 这句话 连满英九九都骂进去 那可真是厉害 更深 更深入的探讨 等一下 马上告诉她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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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